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们有听到喔 他说这个词 1990年代后初次被采用 之后就被全球管理界广泛采用 全球管理界广泛采用 真的是这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喔 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 就人资部门来讲 其实他能理解 雇主品牌的数据大概18.7% 现在讲到品牌 那行销部门 品牌部门应该会更理解 跟人资部差不多 那么好啊 游远走在 带着我们团队往前走的CEO 应该会更了解吗 欸 其实数据还更低 那以全部的员工来讲 普遍喔 去 来讲只有15.3%的一个理解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呃 现在普遍来说 其实全部主品牌的认识还不是太充分 所以我今天蛮开心 可以透过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一些know how来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大家所有企业主 都在想 欸 人才到底去哪里了 都找不到人才 其实不是找不到人才 只是人才不到你这里来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融合吸引好的人才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这个mindset 这个概念 那就是开启我们雇主品牌的第一步 所以呢 我们说 但是雇主品牌呢 他不仅仅只是吸引人才喔 他其实有些企业会认为 他是一个形象工程 那在讲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一个地狱跟天堂的故事 有一个好人 他默示人 那天使觉得他不去做很多好事 所以呢 他就想说 好吧 那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问看看你 你想要去天堂 还是想要去地狱 那好 我们就跟天使说 天使天使 可是我从来也没去过天堂 也没有去过地狱 我不知道怎么去 那天使就想说 好吧 既然你过去做这么多好事 那我就让你来两个体验日好了 第一天让你去体验一下天堂 第二天让你去体验一下地狱 那他第一天去天堂的时候 一打开门 哇 白默默的一天 非常的安静 每个人都望向远方 嗯 非常的平静 这是他第一天在整个天堂里的感受 好 那来到第二天 打开地狱的大门 哇 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 歌舞生平啊 酒池肉 领大家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的 他在里面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隔天呢 他就跟天使说 天使我决定了 嗯 虽然天堂非常的 peaceful 很安静啊 可是呢 我还是觉得我想去地狱好了 因为呢 我觉得我的热气非常的外向 我想要跟大家互斗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里呢 跟大家一起比较开心 所以他就把它送到地狱了 结果真的哦 隔天他进入地狱的时候 诶 一打开门 那怎么跟昨天看的都不一样 一边上高山 下油锅 所以他就觉得很错愕 跑去问牛头马面 诶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跟我那一天体验不一样 他说 牛头马面就跟他说 傻孩子啊 你那天参加的是旧夜博览会 好 所以呢 其实我想说的 雇主品牌真的不是形象工程 它是一个印刷奥林的过程 所以雇主品牌呢 它还能够去吸引人才之外呢 最主要它可以去提高 我们人工的忠诚度 当人工有这个忠诚度 它就可以帮你推荐好的人才 另外呢 不只如此 也可以帮你减低整个招募的成本 做一个好的雇主品牌 可以减低招募成本 我们的信义房屋的人资长 他说 信义房屋平均要培养一个新人 要花60万 所以假如你今天 你的人才是留得住 相对来讲 他就不用一直有60万的支出 所以雇主品牌呢 减低你的招募成本之外呢 它还可以增加 员工的经验度 所以你留住好你的人才 吸引对的人才进来 留住他 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 透过BCG的招募公司的一个分析 它可以减少一半的招募成本 而且有做雇主品牌 跟没有做雇主品牌的一个企业 收入增长是3.5倍 利润是2倍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潜在 我们外形出来的一个好处 可以做分享 其实呢 做雇主品牌跟做品牌 其实蛮像的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去找出 我们说做品牌 找出消费者想要的 是我品牌能够提供的 但是是净品不能提供的 这一块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但是雇主品牌也是 它只是换成人力的市场 虽然我们是卖产品 我们是卖服务 但是我是吸引人才的加入 所以雇主品牌是 找出我员工 不管是现在的员工 还有未来的员工想要的 还有企业能提供的 然后是敬业所不能提供的 这就是我们要去找出 它的一个差异化定位 好 那透过呢 其实 通过 怎么样去找出这个 差异化的定位 等一下我透过IP 来跟大家分享 那 有一份资料来自 就是世界蛮知名的一个 雇主品牌的 雇主公司 叫Universum 它过去在十年 十到二十年的一个经验分析 如果 因为原材在求学上的需求 大概不拖几个印象 所以它分成八大定位 从这个宗旨 团队合作 合作 创新 发展 绩效 地位等等 大概不拖这些类型 那我用几个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宗旨型的定位呢 第一个呢 就是像Amazon Amazon 它就是一个宗旨使命型的 它希望它的员工 能够work up and find make history 因为它一直指在 希望可以呢 成为顾客去上的一个公司 所以希望它的员工 能够以这个为主 所以它的整个定位上来讲 它是比较是 中子型的 使命型的 那我用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像ESPN ESPN呢 大概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电视啊 娱乐跟体育节目的一个网络 这样呼应它的产业 呼应它的产业 它希望邀请的人才 是来跟我一起学习 一起创造 一起胜利 所以它的定位 也是团队合作 Together with China 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那这个是它最首席的 就是Apple Apple它就是一直在找 创新型的人才 所以它希望邀请你来 一起发挥更多的可能 创造更多的可能 发挥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八大定位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不过这个 大家也可以回去想想 我的公司 我自己的公司 它到底是落在哪一个定位里 所以我们最主要在雇主品牌上呢 是要找出这个 差异化的品牌定位 吸引对的人上车 吸引对的人上车 因为呢 其实我们刚才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啦 但是你既然它已经进来了 你要好好的训练它 跟它跟你的价值观是相似的 所以呢 其实雇主品牌最主要是 把你公司的文化 可以体现出去 去吸引对的人的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员工价值主张 EPP 就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重点主题 那我用简单的一页 跟大家很快速的勾勒一下 到底什么是EPP 一样 我刚刚一直在提到 雇主品牌 它是依据 根据我们的企业品牌 一个核心的DNA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说 我自己品牌的一个DNA 根本宗旨跟价值观 所以你期待呢 在这样的一个顾客承诺下 你的雇员 你的员工 你的人才能够提供什么 所以针对顾客呢 我们讲 企业品牌呢 是去找出 为什么顾客 会考虑够了你的产品 那人才也是啊 这么多工资可以让他选 我们说现在是工艺棒的一个市场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你们 然后留下来 然后期许为你服务呢 然后在这家公司贡献 所以以员工价值主张呢 他是做一个人才吸引 以及忠诚度的一个建立 那以下我用几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去找出 员工价值主张 那这一个呢 是BKW 是我们在瑞士的一个 服务的客户 普罗协助他呢 有大概经历三到五年的 一个品牌的优化 他是一家能源服务公司 有点像我们早期的 中华电信 国营要转民营 他面对要去吸引很多加户 加加户户的一个使用 但也有人才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希望呢 在未来能够成为 瑞士新能源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想到BKW就可以代表 是一个未来能源的一个生产 所以在进到这个案子之前呢 我们就聚焦一下 他怎么去体现户属品牌 因为他前面的整个企业品牌的一个架构 我们就帮他建立完完 或规念的时间 所以第二年我们开始进入 户属品牌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展现 所以我们了解他到底遇到什么问题 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的目标 帮大家再要一下 当时他遇到的挑战就是 公司要产业转型 刚讲波音转民营 而且不是只有电力很多新能源他都需要 所以他相对应的一些工作的内容 一直性太高了 所以再加上他的年轻的人才比较缺乏 所以他希望能够多一点 吸引多的这样的人才进来 所以找出适合不仅是现在 因为他要过未来五年十年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想找出现在未来员工的价值主张 但因为电力公司给人的感觉 比较冷冰冰 所以他希望可以建立雇主品牌一个 比较情感化正向的波波一点的 来吸引他的潜在人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样我很快的带过就是 我们要先知道公司的愿情实力 他的定位 他的品牌承诺 然后到这个整个企业的行为 到这个最后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雇主品牌上 我们当然去共享 不会有新的什么愿解吧 但是在次在定位上 会有一个雇主主张的一个次定位 之后再去发展 那员工的价值主张和承诺 然后呢 共同有一个对内对外的 这个企业的指导原则 行为的原则 然后再做相对应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要一下 其实BKW他很想要巴黎 他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 所以是一个大家团队互动 那他在能源上呢 希望能够 在品牌上希望能够 为能源的未来最好准备 所以他邀请的员工 是与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概念 然后创造什么呢 能源的一个未来 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主要的concept 这个概念 我们就开始发展相对应的一些素材沟通 由内而外去往下去发展 那在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成果之前呢 我也再多说一下 因为他我刚刚提到 他有一个最大的挑战 真的是他部门一直性 需要的人才太高太多了 因此我们也帮他做这样一个梳理 他已经还有做一些比较活泼有趣的一个 视觉的体现去吸引人才的一个注目 那这是我们帮他做的网站就业博览会 然后用影片跟大家分享 帮他做的所有的过程 谢谢大家 他需要的那些渠入 对 尤其是 有些人 你在大空 现在 要 有些人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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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抢人才不是同产业才在跟你抢人才喔 那跨产业一起有 所以我们也去了抢人期的这个像日本的 美国的 还有就是国际型的这个标刊 跟他分享未来你的目主品牌的建造 应该怎么样往前走 所以有了这个一手资料 二手资料的一个建立之后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一起有一个策略的一个共识会 那刚刚一直在跟大家提到 顾主品牌 源自于最主要企业的DNA 所以核心价值非常的重要 这四个就是 QWorker 的这个核心价值观 可是他是对整个企业在 整个对市场顾客在说 那我们对人才要怎么说 所以我们要去转化他的语言 我们说像顾客优先是对顾客好 那对人才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些东西要去转移他 最终看出来他的价值主张 就是Q Burger可以打造一个 人性化的作业 让你安心买盲成家 不要怕早起早成功 一起成为早餐新贵 所以他要有一个早餐新贵 让你为你自己的人生做出 这个概念是他一直想要找的人才 所以每一个你 我们去讲 因为呼应他的早餐这个产业 都是那一道光芒照亮的一处 所以最主要我们看话出来就是 You are the boss 早起早成功 早点当顾翁 这里是针对加盟处 那后面这两个是针对潜在的人工 一样有早点当顾翁的概念 但是就是早出新人生 所以相对应下来呢 我们也在他的网站上 去年年底已经开始在104做 这样的一个招募了 蛮落地的蛮快的 因为QRQ真的是一个执行力 非常强的企业 那刚刚这20分钟呢 主要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很快的 summarize 就是我们分享了什么叫 雇主品牌 了解雇主品牌 也能帮他定位 可以去参考去思考 找出员工价值主张 透过我们这些案例 然后最后最后呢 雇主品牌是一个 inside out 的过程 而他唯一最大的差点就是 你要很清楚的体现你的 culture 你的文化 给潜在的人才知道 而且最好让他爱你爱到脸 然后我都秀在他身上了 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 属于可以自己 企业精神的一个雇主品牌 谢谢各位